好来看到涡疗提升国产饲料自给率 农会会从111年第二期做 不及其年限制 只要是合法农地都可以申报来种植硬植玉米 每公企是补助6万元的奖励金 那么官方地区第一期硬植玉米栽种面积超过百公顷 面对第二期台风季的威胁 农会也特别的呼吁农民要加强田间的管理 官方地区农民在农会的辅导下 配合农委会转做硬植玉米 共同提升国产饲料原料的自给率 推广种植两年多来 载种面积也不断增加 尤其今年一期做更突破100多公顷 名列前茅 目前我们台湾的杂粮作物 玉米、小麦、黄豆等杂粮作物 百分之九十几都仰赖进口 我们在二期配合农粮署农委会 有一个非修耕地 就是非基期年种植玉米的一个奖励 它只要我们一般非修耕地 符合一般农业区特定农业区里面的农牧用地 就可以来种植印殖玉米 申报的时间是6月1号到7月31号 目前环林县内的印殖玉米面积 大约5到600公顷左右 因此从111年第二期做起 放宽绿色环境几步计划奖励金 用地限制 只要是合法农地都可以申办种植印殖玉米 但在另外一方面 台湾二期座往往面临台风积极的威胁 农会也特别呼吁农民要加强田间管理 我们的玉米又是高均作物 容易倒伏 这个部分我们在种植印殖玉米的时候 我们要考量 还有整个的栽培管理 我想整个的栽培管理 我们玉米最容易遇到秋选菌虫 还有玉米的恶化民虫等等 像这个都要适时的田间管理与防治 农委会放宽条件不受基期年限制 鼓励农民栽种硬植玉米 希望能够达到全台5万公顷的目标面积 申报种植每公顷奖励金6万元 飼料玉米保证收购最低9元 农粮署也将申请时间延长到7月31号 留兴趣的农民可就近至农会或乡公所皆可申办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菜单 对农费 笔 роз 要确保 Ny 要确保